我們可以看到禁尼有很多傳媒在說 現在這樣的方案是否應該先代住 我認為這個討論是不合理的 甚麼叫代住先呢? 就像你X人那種 他拿了錢 先代住了 拿袋子裡面 先代住 然後要拿出來 當有人踢爆他的時候 他就無奈之下要拿出來 這種情況就叫做代住先 現在中央這個決定 是令到全香港的市民都有機會投票 令到我們過往這麼多年 我們都沒有機會去選我們的行政長官 而今次有這個機會 眾言可能有些人覺得未完美 但我們都覺得應該要先代住 這個不是先代住先 而是先代住 究竟甚麼是先代住先呢? 就是當我們去到爭取某一些事的時候 有一些承諾回來 我們覺得無論如何都不要推倒他 有進步就應該先代住先 所以我覺得這次人大這個決定 令到我們五百萬的選民有得投票 應該是先代住先 而不是先代住先 然後就需要去立法會得到三分之二 即是差不多要四十七票去通過這個議案 當然越多票越好 但是有些人就說已經要否決他了 有些人甚至要預言就一定會否決他 我覺得整件事現在的主導權就在泛民那裡 因為他們手拿著的就是否決權 假若香港的市民你將來是沒有機會投票去選特首的話 你不是應該追任何一個人 你應該追泛民那些議員 為何要剝奪你選舉行政長官的資格 第二點就是我們也知道 就是未來的普選 就是大家都有機會去選的 大家有機會去選的話 那為何不要呢 你應該要問一下那些泛民議員 為何不讓你有機會 大家都知道 這班人是收了別人的茶禮 要去那裡做某些事 我在他們做那些功夫的時候 我曾經有一個想像的畫面 畫面就是 這裡可以整個大帳篷 好像一個戲院一樣 或者是好像一個馬戲團一樣 他們在這裡做猴子戲而已 其實在立法會也好 在今天的會場也好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場猴子戲而已 因為可能收了財主的錢 他們說今天這個就一定要反對 那麼他們就去做反對 其實是這樣的一個態度而已 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老闆 去操控了很多的民意代表 這是一個悲哀來的 亦都令到中央很擔心 其實有些人說中央是很擔心香港人 其實我覺得不是 中央是擔心一些幕後操縱政客的這種情況 在特首選舉裡面會出現 假若真是有一天 好像表面上是一個很漂亮的橙 但其實金玉其外 敗稅其中 我們真是被他出來 又被市民選了進去的話 原來發覺他是別人的間諜 又或者是受到某個 即是傳媒老闆的操控 接著去選 那這件事就大件事了 因為他做了出來的事 可能是對香港有傷害 對中央有傷害 所以中央擔心 是有他的必要性的 你說中央是否擔心香港人 不信任香港人 我覺得不是 如果他是不信任香港人 就不會給未來所有選民 有機會去選特首 假如今次人大常委 真的不是依據基本法 這個立法的框架 去設計我們未來的普選 我們可以看得到 香港就會無法無天 無法無天的情況之下 香港會更加亂 所以今次人大常委 按照基本法賦予的一個權力 去為我們整個行政長官的選舉 去定一個框架 這件事是平息了大家的一些無謂爭拗 反而是會令到大家的討論更加集中 1 2 21 3 5 3 6 6 6 感谢观看